作为一个贵州人 最令其骄傲的是什么 答案一定是一步一景 近乎完美的自然风光 人们往往低估了它的美丽 造物者赐予了它 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分布 在这云贵高原腹地 地下别有洞天 在崇山峻岭间 或其风昂首天外 或流水飞铺三千 或峡谷刀销腐劈 可能许多人对贵州的了解并不深入 而真实的它美得令人惊艳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真实的贵州究竟有多美 贵州省是我国山地最多的省份 但曾经的它却是汪洋一片 雅欧大陆板块相互碰撞 挤压抬升 使得云贵高原高高隆起 才有了如今的贵州 那些镶嵌或者是深埋在贵州 大山深处的海洋生物化石 便是最好的见证 可能我们未曾想到 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 曾经竟然是海底 沧海藏田的巨变 以人类的生命尺度 果然只是沧海一宿 贵州省的降水十分丰沛 受到印度洋与太平洋共同作用 两大气流每年都会在这里相遇 形成了准静止风 带来了丰沛的降水 所以地质运动 加之雨水的冲刷漆势 形成了贵州省 让人叹为观止的喀斯特奇观 首先我们来到 喀斯特地缝的典型代表 马岭河大峡谷 长达百余公里的 喀斯特地缝峡谷 群铺悬炼 气吞山河汇聚成流 古代造山运动 大地撕裂开机里 才为我们呈现出如此美景 天下山峰何其多 唯有此处风成林 这里是星亿万风林 它可谓是贵州喀斯特风林地貌的典型代表 用风鸾叠杖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 风林像一个个处立在天地间的哨兵 守卫着一方颠前所悦 在赤水的深山中 藏着一抹耀眼的红色 这里是我国范围最大的丹霞地貌 赤水丹霞 高达1200平方公里的面积足以令人惊叹 它不仅是丹霞 更是中国红 仿佛在呼应百年间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华夏第一铺黄果树瀑布 如果把它当作华夏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也毫不为过 十里之外 呼鸣声便传入耳畔 有别于火口瀑布的汹涌澎湃 更多了一份南方的灵袖 接下来我们来到地下 这里是与神话相互交织的融洞 龙宫近身幽长石中乳凋梁化洞 地下世界也可以是富里堂皇 如果想在地球富腔领略不一样的美景 那么龙宫就是最佳代表 久寨归来不看水 至今归来不看洞 它以一己之力 抬高了贵州风光的总分 由上中下三层 造型独特 光怪陆离 也有看不完的石中乳 仿佛置身于一次元世界 也因此被称作溶洞之王 炎炎夏日享凉爽 避数度假到贵州 极高的森林覆盖率 平均1500米以上的海拔 让贵州这些地方成为避暑圣地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世界自然遗产 利波·喀斯特的小七孔 它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张江的绿水妩媚 茂兰的树林阴翼 在炎炎夏日 与利波构造出一个清凉的夏日后花园 千里乌江 百里画廊 乌江在贵州冲破云贵高原 所到之处沟壑纵横 碧里千刃 喀斯特地貌与山水交织 被称作画廊名不虚传 也是贵州省境内 极具代表性的江河美景 大气磅礴 未为壮观 无岭无遗藤细浪 乌蒙磅礴 走泥丸 在乌蒙之巅 藏匿着云贵高原上 为数不多的大片草原 它也是滇潜的分水岭 已是南方极其重要的山脉 分割了云南与贵州的海拔 也划分了两地截然不同的气候 而地形的多样性 同时也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 无论是从建筑风格 还是生活习惯 你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 来到千户苗寨 逃离城市的喧嚣 在山水之间 寻找一方清静 穿梭在吊脚楼群之间 品上一口尚好的酿酒 苗寨的风情 已经沁入你的心脾 每当夜幕降临 万家灯火通明 宛如繁星闪烁 已有造星洞寨 走进这里 历史感与神秘感便扑面而来 造星奇特的塔寨 斑驳的古楼 洞族的文化风格 被为妙为孝的 结合在了建筑之中 还有可以与凤凰古城 相比间的存在 两千余年历史的镇原古城 这里山雄水美 蜿蜒而过的河流 与古城定格在山水之间 无论白昼还是夜晚 都别有一番风味 还有巴沙苗寨 丙安古镇等一众古村落 等着大家去探索 桥梁打开了贵州的山门 五尺道上的马蹄绝小 到线线通高速的华丽转身 我国的基建实力 在这贵州大地之上 可谓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沟壑纵横 一条条深不见底的峡谷中 一座座桥梁平地拔起 世界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 世界上最大跨境的 钢弦梁斜拉桥 鸭池河大桥 亚洲第一的山区双塔 单跨钢弦悬索桥 清水河大桥 等等一众桥梁 创建了一个又一个人工奇迹 让这崇山峻岭的 一个个天谦 从此变为通途 这就是贵州 好山好水好风光 走遍大地神州 最美多彩贵州 〈 wor尾城中